就是难道说在孕育你们两个的过程当中 是吃了什么不合适的 还是说身体健康有什么问题 没有就是我小时候发了一支高烧 烧了好几天都没有 去了好的医院看 然后烧了好几天之后呢 是因为老腿已经偏小 导致那个生长激素分泌过少 那你们家只有你们兄弟俩吗 没有 我还有两个姐姐 姐姐正常吧 姐姐的身高怎么样 都挺正常的 姐姐身高有多少 一米六多 也就正常的女性的身高 对 那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们发现自己的身高 就是差距越来越大呢 我读书的时候 其实跟同龄人都是差不多的 一米六多嘛 十六岁的时候出去工作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概有一米七五左右 后来就是那几年 长得比较迅速 长到现在那一米九七了 一米九七 相近两米了 我现在担心潘春你还有没有长高的空间呢 有 因为我是一年年的时候在武汉那边的医院检查过了 那里的教授说我还有可能能长到一米五五 那里的教授给我打了六天的生长技术 然后从一米三三长到一米三六 之后呢 我经常喝点牛奶啊 吃点好吃的 然后身高从一米三三长到一米四四了 你大概在几岁的时候长到了一米三三 一零年工作的时候就长到一米三三 从一米三三到一米四四这过程当中你花了多长时间 从二十三岁到现在二十八岁 五年时间长了十一公分哈 但医生说还有空间吧 教授说我还能长到一米五五 五五 但是我自己我不清楚到底能不能长到一米五五 你是一个迷 其实你的弟弟也是一个迷 你看你的高高得也有点不正常 对 一米九七 你超过姚明的可能也是有的 没有 因为我最近两三年都没有长过 我想对于他们兄弟俩这身高 大家都会觉得像一个迷团 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专业的医生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邀请到的是清华大学育权医院的神经外科主任 崔志强 欢迎崔主任 掌声有请 欢迎崔主任 你好 我们大家都特好奇 这兄弟俩感觉确实是一个妈妈生的 也验过这个身份证了 可是这身高怎么就差距这么大呢 我了解了一下这兄弟俩的一些情况 第一个呢 德哥说在小的时候发过一只高烧 这只高烧呢影响了它的极数的分泌 主要是生长极数分泌不低 我们临床上叫身高矮小症 26岁这个弟弟呢我看了一下他的一些临床的资料 它应该有一个垂体线一个肿瘤 但当然是良性的肿瘤 它们是亲兄弟分泌不正常应该是同步的 要么很低要么很高 它们为什么会出现两个极端呢 一个高一个低的不得了 它呢经过一次发烧 这是一个始动因素 很小的几率啊引起它的极数的分泌过少 这是一个偶然 弟弟呢也是一个偶然 垂体线瘤的发分率在十万分之七 只不过是两个偶然放在一起 就是偶然上的偶然 几率是微乎极微的 我行医三十多年 做医生三十多年 做身经外科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两个偶然出现在 同一个家庭 他们的姐姐身高都是正常的 因为她本身呢 她不是遗传性疾病 我就想问这个 就是说现在 这兄弟两个人的这种身高差异很大 其实跟遗传没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他们两个要是结婚了以后 再有下一代的话 也不会有任何影响 既然没有上一代的遗传因素 当然她的也不会遗传到下一代 太好了